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仁如得如一揚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誓 各位請坐 好,我請各位請坐 我們說標準人生由五月份開始,一直說到現在十月份 當然,我們需要很多事情說 不過我們為了大家明白一些重點、一些主題 所以我們每個月有一個中心 來到十月份的時候,也可以說是標準人生最後一個主題 當然,很多事情最後是非常非常地重要 當一個人臨終的時候,他所說的話通常是最重要 廢話他不會說,他不會浪費說 主耶穌三十歲就開始出來傳道 當他出來傳道的時候 他有他的使命 神在他身上是有非常明顯的使命 當然耶穌基督的降生已經開始神的計劃 不過,由耶穌降生一直到三十歲這段時間 聖經很少記住耶穌的時跡 當然是降生,耶穌在聖殿 或者十二歲的時候在聖殿 就是這麼多了 由十二歲到三十歲 聖經基本上沒有任何的時跡 當然在這段時間裡,耶穌也像一般人一樣 不過,他也是在正常的人 或者平凡的人的生活裡面 不斷地受神各方面的造就、裝備 直到三十歲就真的出來傳道了 進入到群眾裡面 但當耶穌出來的時候 祂開始做什麼呢? 或者祂的焦點在哪裡呢? 祂準備一些什麼來完成 或者去履行神在祂生命當中的使命 那個指派 一出來 耶穌正經的記載 一出來的時候 耶穌第一句說話 第一句說話 祂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 原來當耶穌一出口的時候 祂不是說其他事情 祂就將祂來到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目標 就是要將天國、福音、神的角度 將一個在地上找不到的角度 地上有角度在裡面 不過這個角度是一個圓糟糟的角度 是一個令人很多時候很灰心 很喪智的一個角度 你看看這個社會 如果你頑固這個世界 這個社會 所有這些國家 現在都亂搞的 可以說這個世界是一個很混亂的世界 是一個很聚烏的世界 是一個很痛苦的世界 當然耶穌很清楚知道 耶穌很清楚知道 祂來到這個世界 祂要面對這個世界 很多人的問題 而人的問題 最基本的就是人的罪的問題 帶來了這個世界 人的罪帶來了這個世界 混亂、痛苦 所以耶穌一出來的時候 祂就開始說出路 就是神要在地上有一個角度 叫做天國 或者是神的國 而當人要享受天國 或者是神的國的時候 當然所說的是一個理想 或者是神所要我們去活的一個境界 一種的角度 但是需要一個很重要的開始 就是人需要悔改 人的罪 令到這個世界 是產生了很多的混亂、痛苦 而人需要的 不是好的教育 很多人都想著 如果整個教育制度是能夠美善的時候 人多學一些東西 人多拿一些學位 就可以建立一個幸福 或者快樂 或者有意義的一種生活出來 原來這些東西 都不能夠達到一個美好的境界 有些人說 這個世界如果能夠令人開心一點 人的生活質素 或者人的心境 人的生活會有改進 神所看到的 不是這些人是否開心的問題 如果真的開心 是人最重要的方向 或者最重要的問題的時候 神可能猜派一個娛樂家 來到的時候 令到這個世界大家很開心 然後這個世界就改變 不行的 原來人需要悔改 好了 這個就是耶穌一出來的時候 第一個很清楚的訊息 就是 天國近了 你們要悔改 然後 然後 聖經很明顯 就跟著在這裏 四章 十九節開始 他就在當中 去 呼喚 呼召 人 當他呼喚 呼召 的時候 其實就是代表 耶穌的心意 就是 如何開始令到這個世界 能夠有一種的改變 能夠把人間地獄 變成人間的天堂 他就開始有一種的革命 耶穌原來來這個世界 他要做一個革命 要將這個世界扭轉過來 要將這個世界 所謂 要翻天覆地 將這個世界 從混亂 從痛苦裡面 將它扭轉 成為一個美麗的世界 成為一個人可以享受的世界 成為一個有意義的世界 跟著耶穌他就 做了一樣的事情 他就去呼召 或者呼喚 一群的人 剛才我們所看的 《馬達科音》第四章十九節 耶穌就找了一群的人 這群的人 其實是一些打獄的人 彼得、約翰、雅各 那些打獄人 然後耶穌就向他們發出一個呼籲 他說 來,跟從我 這個來字 就是耶穌 差不多是向人類第一個呼籲 第一個呼召 這個來字很有意思 如果你留心中文字 這個來字 我不知道你們看到什麼 或者放一放這個來字 大家都會寫這個來字 放那個來字給我 很簡單,這個來字 大家都會寫的 如果你們留心看 中文字 很有意思 中間有個十字架 一個十字 旁邊有兩個小人 中間有個大人 我們可以說 就是代表了主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面 你記得那個情景嗎? 當耶穌被釘十字架的時候 耶穌在兩個犯人的 兩個罪犯的中間 耶穌是中間的十字架 中間的大人 就是主耶穌基督 兩邊的人 就是兩個強盗 一個強盗 還在嘲笑著耶穌 耶穌,你是神的兒子 你自己救你自己 救我們吧 嘲笑耶穌 他對耶穌採著嘲笑的態度 但另一個 他開始知道自己要承受罪 或者承受審判 他知道自己是一個罪人 然後他求耶穌連吻他 接著耶穌跟他說 今天你要跟我在樂園裡 即是說耶穌已經看到 這個人對耶穌 他對自己已經有一種之罪 他已經知道自己有罪 他知道自己有罪 而耶穌在那段時間裡 也接納了他 所以耶穌說 今天你要跟我在樂園裡 即是說我去哪裡 你也有份去哪裡 這個字其實是一個人類的縮影 這個世界的縮影 耶穌就是人類的十字架 在十字架上 他是人類的救主 旁邊的兩個人 代表了兩類的人 世界上只有這兩類的人 第一類的人 就是拒絕耶穌 嘲笑耶穌 不肯接受耶穌 不肯信靠耶穌 但第二種人 他開始知道自己有罪 他願意讓耶穌成為他的主 他願意承認自己的罪 耶穌也願意接納他 世界上就是一個這樣的光景 而這個來自 就好像耶穌在十字架上被高舉的時候 這個高舉的十字架 被高舉的救主 其實就是向世人宣告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呼籲 就是 我是世人的救主 你們來我這裡 我為你們的罪的緣故 我已經將我的生命來擺上 我為你們的罪的緣故 我贖罪 代替你們來承受神的刑罰 所以在聖經裡面說 耶穌在被高舉的時候 就在傳遞著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就是 世人啊 你們來歸向我 我是你們的救主 我是赦免你們罪的神 你來到我面前的時候 你整個人生 整個的生命 你是一個絕然的扭著 所以這個來字 一方面我們看到 一個人類的縮影的一幅圖畫 這一方面也是耶穌 親自地將他自己 放在十字架上面 然後他在當中 就是這樣呼籲你來 其實在聖經裡面 耶穌很多次很多次 都在呼籲世人 每一個人 來到他面前 去享受 這位的主 這位的救主 祂給我們人類的盼望 那種的出路 那種的恩典 讓我們能夠 因為耶穌在當中 來呼籲我們 就好像耶穌向那群打魚佬 呼籲一樣 你們來吧 來做什麼? 來跟著我 因為我會 一直帶領著你 去人生更加光明的道路 我會帶領著你 走這條人生的道路 人生道路可能是很多的 很多的掘頭路 很多的道路是很難走 但是你們來跟著我 因為我是那位 你生命的救主 我是那位 關心你的神 所以耶穌曾經說過 他說 煩勞虎擔重擔的人 如果你肯到我這裏來 耶穌呼籲 哪一個人你是擔勞虎擔重擔的 有痛苦的 有擔子的 你來吧 來我那裏 耶穌邀請你來 然後他說 你肯來我那裏的時候 我就可以令到你得到安息 這個安息 是指你 心中能夠享受到一份的力量 這份的力量 是令到你心中有平安 多少時候 當我們心中有很多的擔子 很多包袱 很多的痛苦的時候 我們心中很哩哩乱 我們睡不著覺 我們裡面有很多的起伏 耶穌說 煩勞虎擔重擔的人 你可以來到他那裏 耶穌向你招手 來吧 你去找其他的方法 沒有辦法幫到你 因為 很多時候 我們心靈上的問題 我們思想 我們裡面 內心世界 很多的東西在困擾著我們 令到我們很多的掙扎 很多的痛苦 耶穌說你來吧 你來到我面前的時候 我會使你得到平安 得到安息 耶穌也曾經說過 我就是生命的糧 到我這對來的 必定不我 信我的 永遠不寒 耶穌在說什麼呢 什麼是生命的糧 原來 原來我們今天 我們的存活 我們的生活 我們的存活 很多人就以為 我可以賺多些錢 然後我可以吃好些 我可以住好些 我可以靠這些這些物質 來讓我的生活 可以活得更加好一些 《舊約聖經》 也說得很清楚 人的飢餓 不是因為無餅 人的飢餓 不是因為無餅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很附足 特別在美國 吃沒有問題 因為太多食物 有時候更困難 這麼多食物 你去到蒲菲的時候 真是幾百種食物 任你吃 你都不知道吃哪一種食物 不是沒有食物 太多食物 有些人真的吃得很好 不過心靈裡面 仍然很飢寒 又飢又寒 主耶穌說 你來吧 我是生命的量 你有了我 你能夠 容讓我 在你生命裡面 有份的時候 你的生命 是不會有飢寒 心靈空虛 其實代表了人 生命裡面的飢寒 似乎你擁有很多東西 不過你仍然感不到滿足 是因為 你的心靈裡面是空虛 心靈裡面是飢寒 弟兄姊妹 或者我用這個說話就是 朋友 在當中 或者你 你參加教會 都有一段時間 不過 可能你還未曾真真正正地 回應耶穌對你的呼籲 耶穌說 你來吧 你來我那裡 很多人 或者你還未曾去到耶穌面前 未曾去到 回應這位主 當祂說來的時候 你有沒有真的去到耶穌基督的面前 願意來接受這位耶穌 來讓祂成為你的主 你跟著祂 你跟著祂的時候 你跟著祂的時候 你的生命肯定會有一個很大的扭轉 我自己就是一個這樣的 自從我跟著耶穌 當然說起來 我也是 那時候 大概 我讀中學 大概是中一 中二 那時候我開始信耶穌 那時候很年輕 在那個階段裡面 清少年人 仍然有很多東西吸引著 但是神也很祝福我 我真的在這些教會的教導 帶領的底下 我相信耶穌 我相信耶穌 在那段時間裡 其實我一樣有很多的掙扎 其實我父母是基督 回教會 我從小也是很習慣的 星期日就是這樣回教會 不過 我還未曾真真正正認識到 原來信耶穌是一回什麼事 我背這句 我上主一學 參加很多教會的活動 直至我在一個下令會議裡 有一個講員 沈保羅牧師 他剛剛過世 就是這樣 當他代表了耶穌來呼召 哪一位你願意信耶穌的時候 我是最後那個 很多人已經出去了 我是最後那個 我出去來接受耶穌 從那晚開始 我生命一直在主耶穌基督的大領下 在主耶穌給我的力量 給我的教導 各方面 由我的生命在不斷地改變的當中 而當我經歷到 由我開始信耶穌 一直到現在 我跟隨主了 我開始侍奉主了 我全時間來將我的生命給主的時候 這位的主 成為了我的恩主 我看到這位的主 他是美麗的主 這位的主 是讓我有出路的主 這位的主 是改變我生命的主 我畏著 神給我一個這麼大的福氣 讓我可以作出一個這樣的回應 去信靠祂 去跟隨祂 我心中歡喜快樂 我不知道你怎樣 可能你回來教會很久 你對主的回應怎樣 不妨來一想 但當我們知道 主耶穌基督一出來 在全道的生涯裡 他很溫柔的 很苦口婆心的 就是這樣向人類呼籲 來吧 來吧 你不要跟風 你不要跟這個世界走 你不要跟著誰誰 有什麼名利 和益等 你跟那些走 遲早你會走向一條 痛苦滅亡的道路 主耶穌說 你來跟我 好了 我相信很多人都跟了耶穌 不過 當耶穌33歲 真的很短時間 30歲出去全道 33歲就被釘十字架 釘完十字架 當然耶穌基督死了 不過這位的主 他不是單單埋葬在墳墓裡 三天之後 他復活 所以我們有復活節 40天之後 他就升天 回到天父 他臨升天之前 他發出 對人類最重要的一句話 就是什麼呢 就是剛才我們所讀的 馬特福音第28章第19節 那個叫大使命 他一方面呼召人來到他的面前 但是最終的目標 他要給人家一個很重要的人生目標 他就說 你要出去 所以耶穌說 你們要去 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奉父子聖靈的名 給他們施洗 原來今天我們這群人 神的恩典 我們能夠去到耶穌基督的面前 享受這位的主 給我們一切的應許 給我們一切的救贖 給我們一切的救贖 給我們在生活上 神給我們的力量 給我們很多的盼望 很多的平安喜樂 但是神不是要我們 單單去享受祂的恩典 問題在這裏 今天很多人信完耶穌之後 就助享其成 我相信耶穌了 耶穌祝福我 原來耶穌有一個更大的 對我們生命有一個更大的期望 更大的目標 更大的方向就是 祂要我們出去 使萬人、使萬民作門徒 耶穌說過門徒 我下個星期會多說一些門徒 什麽叫門徒 耶穌的重點不是叫我們做一個信徒 不是叫我們做一個教徒 祂要我們做一個門徒 我下個星期會詳細說說這幾個圖 究竟是什麽意思 原來耶穌要猜派我們 這班已經領受了祂恩典的人 出去 做什麽呢? 將你所領受到的這個恩典 你所明白的神的福音 神拯救世人的福音 而你自己有經歷過 神給你這麽大的恩典的時候 你要將這個訊息 這個好的消息 傳出去 這個我們也是人生最重要 最重要 最高價值 最高意義的一個目標 就是 我們要帶領更多人 去認識這位耶穌 神給我們的生命 給我們的祝福 不是單單給我們享受的 神要我們將這個 所得到的 能夠去分享 傳揚 然後去見證 這位的神 這位的恩主 然後將神這些的福氣 福音 信息 能夠傳去給其他的人 讓其他的人 可以得到神 一個這麽大的恩典 今天我們做教徒 很多時候 我們就 沒有了這個意識 去 這個去字 就是這個字 很有意思 第一 這個去字 如果你看回原文 耶穌說這番話的時候 耶穌不是在求你 拜託你去吧 請你去吧 幫幫忙吧 耶穌不是 耶穌這個去字 在聖言裡面 是一個命令式 就是高 好像 一個軍人 一個上司 一個軍長 命令他的軍隊 現在你們要衝前 或者你們要衝線 你們要上陣 那是一個命令 不是問你 上不上去好呢 去不去好呢 不是問 不是單單 是一種 好像一種求你 不是 是一個命令 命令的意思 就是 神對我們的生命 已經有一個期望 我們已經有一個責任 我們真的要好好地 將你從神所領受回來的 這份恩 這份福氣 傳出去 分享出去 因為神 他不要我們單單做一個 是拿的人 或者單單去享受的人 神要我們將他的恩典 傳出去 分出去 以這個命令 是將我們的生命 提升到一個更高 更有層次 更高層次的一個意義 就是 今天我們的生命 不是單單為我們自己而活 我們上個月 一直在說服侍 其實服侍 不是單單說 我幫一下你 我做一個好人 你有什麼需要我幫一下你 我為你奢載 或者你有困難 我幫你買菜 或者我怎樣幫你 那個幫 其實背後 有一個更重要的意義 就是 你是透過怎樣去關懷別人 怎樣去看到人的需要 而你付出你那份愛心關懷 背後是想 神很想你用你的愛心 去幫助這個人 去知道 原來有一位愛我們的主 他愛我 現在我把這份神的愛 我和你分享 是因為我想你認識 這位愛你的神 是把那個指標指向神 而不是把所謂的credit 或者把那個贊賞 放在你自己身上 讓人知道 你真是好人 你肯幫助人 你有幫助我 不是 我們是一個指標 來把人一個一個的 帶到神的面前 因為每一個人 都需要這位的神 每一個人都需要神的恩典 每一個人都需要神的拯救 包括你的家人 包括你的家人 很多時候 我們沒有留心到 原來你的家人 還未曾信耶穌 耶穌很掛心 為何今天你可以在家庭裡 成為一個基督徒 其實神也很想透過你 成為一個基督徒 成為一個主的門徒 而你可以將神的恩典 神的福音 是傳給你的家人 特別是你最親的人 因為一個人 如果你真的不認識這位耶穌 或者他真的沒有耶穌 在他心裡的時候 人將來的命運 可以是很可憐 可以是很可怕 因為人的罪 有一天始終都要面對這位神 但是如果這位神 他已經願意赦免你 而你也願意回應 他這份恩典的時候 我們不再需要懼怕 我們將來去面對神 被神去審判 或者我們的罪 不需要我們再懼怕 將來我們會面對 一個可怕的結局 你關心你的家人嗎? 去 而這個去 有另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就是不單是一個命令的意義 而且是一個主動的意義 主動是甚麼意思? 即是說 今天我們要將神的訊息 傳揚出去的時候 不是在等人 我記得以前我們 叫上一代的人 他們很多時候印了很多科音單章 我記得很深印象 很多科音單章的畫面 就是有一個牧師 站在教堂面前 然後入住一隻手 上面寫著 內信耶穌 以前有首詩歌也是這樣說 內信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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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現在 內信耶穌 內信耶穌 現在 很簡單 其實就是 來吧 來吧 進來教堂 進來教堂 走不通 很多人都不想進來教會 或者有些人對教會 可能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現在的心態 現在的方式是甚麼呢 你要出去 去到人群的當中 去到一些未信人的處境 他們的心境 然後你去關閉他們 明白他們的心境 然後你怎樣幫助他 關懷他 讓他知道 我的愛從耶穌基督而來 我可以和你分享 我怎樣可以慢慢 將你 可以邀請你 讓你知道 原來我信耶穌是這麼美好的時候 透過你的出去 透過你明白他們的心境 透過你的去 而慢慢將一個一個 未信耶穌的人 未認識的人 感受到 原來信耶穌的你 是這麼美好 這麼有愛心的時候 他能夠一步一步的 願意來認識這位耶穌 今天我們都是需要 有一種去的心態 而去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件事 是你自己怎樣 用你的生命 用你的生活 用你的行為 去表達 這位主 去見證 去見證 讓你的行事為人 能夠彰顯到耶穌 他的美麗 他的愛心 如果你能夠用你的身體 用你的生活 用你的見證 來活出耶穌基督的時候 人能夠從你身上 看到耶穌的影子的時候 你就在做一個很重要的革命的工作 你可以幫助更多的人 去了解明白 究竟這位的耶穌是哪一個 究竟為什麼我們要相信耶穌基督 當你能夠這樣 去將你自己的身體生命 活現在別人的面前的時候 你就是在帶領更多的人 來歸向耶穌 弟兄姊妹 讓我們今天 藉著這兩個字 來和去 讓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反省 你對主的回應如何呢? 耶穌已經跟你說 來了,來了 你有沒有來到耶穌基督的面前 耶穌基督說 你去吧 去到這個世界 每一個角落 你為我做見證 你為我傳福音 帶領人 你都相信耶穌 你有沒有去呢? 求主幫助我們 我們一起祈禱 天父,你幫助我們 這裡每一個 因為我們知道 這裡每一個都是你所愛 你來到這個世界上 就是要把你這份愛 顯明在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當中 你扶口婆心地來呼籲我們 讓我們知道 我們要來跟隨你 我們要來信靠你 我們要來信靠你 我們要知道你是光 我們要跟隨光 離開黑暗 我們要知道你是生命的源頭 我們需要離開罪惡 不再在罪惡當中 是招致痛苦和死亡 主要讓我們回應你這份愛的時候 主,我們心中 我們便知道我們是何等的誘福 主,你向我們呼籲挑戰 要我們出去 為你做見證 求主,你給我們 有勇氣 有能力 可以為你的緣故 來帶領幫助更多的人 來認識 你是我們的恩主 就讓你 將這兩個字 放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裡 讓我們懂得怎樣 不單單去聽 更加知道怎樣去回應 你這兩個這麼大的呼籲 求你 可以繼續帶領著我們 幫助我們 聽我們的禱告 奉住的命靠 阿們 我們有少許事